每年的暑假因为学校不上课 所以容易让青少年在校外发生犯罪问题 为了提倡正当休闲活动 预防青少年犯罪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联合市政府各单位 跟许多公益团体 2018年6月30号周末下午 将在台中市草务道举办暑期青春专案 大台中青春嘉年华活动 邀请十多个学校的学生团体前来参加演出 警方还特别邀请著名网红艺人饶欣欣 担任活动代言人 饶欣欣曾经扮演一名吸毒少女 因为吸毒暴瘦到36公斤 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希望劝导青少年不要吸毒 不要从事犯罪活动 我是饶欣欣 是这次大台中青春嘉年华的活动代言人 希望大家6月30号能够来台中草务道参加活动 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健康的暑假生活 除了邀请饶欣欣之外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 这次也邀请了选美达人朱真瑶 亲自来到现场担任活动主持人 开朗阳光又活泼的朱真瑶 6月30号的周末下午会跟积极 善良但是有点腼腆的饶心心一起上台 希望带给现场来宾跟青少年朋友 一股健康欢乐的氛围 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表示 这场大台中青春嘉年华活动 除了有精彩的歌舞表演之外 2018年台中花博的吉祥物石虎家族 台中市警犬队也都会到场登台 现场还有有奖增达跟抽奖活动 民众不妨利用周末假日 走一趟台中炒雾道 保证让你收获满满 度过一个快乐又充实的假日时光 记者肖又金 肖玄文台中报导